今天是2023年11月28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说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关于有人开始吹咒疑英皇人 如何可以左右英国的选举 当中我们会看看他们的失败者心态 另一单是关于昨晚11月27日 有一位自称是罗冠聪的二哥 叫做罗冠鹏的人 就在网上宣布和罗冠聪断绝关系 他还劝罗冠聪回香港面对一切 因为二哥只想和妈妈平静地在香港生活 当然突然爆出这一单消息 是真是假 当然令人存疑 不过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 再次去探讨这一班通缉犯 如何自私自利 连累家人 我们在开始之前也想提醒大家 区议会选举将会在下个月12月10日举行 今届是改制之后首次的区议会选举 如果大家想投票前认识一下自己那区的候选人 就可以收看由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主办的 2023年区议会选举论坛直播 第一场是今天一点钟至晚上七点钟 已经举行直播了 之后连续三天 即明天星期三至星期五 即11月29日至12月1日 就会在不同的时段就会有直播了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留意了 播放的平台除了有我们邦港出声 和HKG报的YouTube和Facebook之外 还可以在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YouTube去看 好了我们进入正题了 英国大选将会在明年2024年举行 我们上一集其实也有提到 宜英黄丝希望积极参与英国的政治 集合足够多的选票 就可以影响到英国对华的政策 令到英国加大力度去搞中国 其实一切都是幻想居多的 但总会有人真的很天真、很傻 香港监察就在11月22日发表研究报告 就推算明年大概会有14万的 宜英港人合乎选民的资格 报告还以堪动来形容他们 怎样左右大选的结果 也有估计有超过20个 保守党国会议席的选情 会受到这班宜英黄人影响 甚至猜测如果宜英黄人对部分的议席 集中投票给工党或者自由民主党的话 就足以令到保守党议员堕码 的确有14万的港人移民了去到英国 但究竟有多少人只是在乎立场 真心讨厌中国、香港特区 一些民生的东西都不会理会呢 他们又是否真是反智到这个地步呢 假如真是出现投票指纹对华的立场 这就真是非常讽刺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立场不是关乎英国 而是中国和香港 明明个人在英国 投的就是英国选举 但重点竟然是不需要顾自身的 只是顾中国和香港身上而已 英国本土的事随时沦为次要 这就真是搞笑了 其实人都去到英国 又对香港心挂挂 还要在海外搅搅振 而英黄丝的身份只会是四不像 就好像人在英国的国安通缉犯罗冠聪 以及蒙兆达仍然要在英国骗政治饭食 近日蒙兆达闻到政治相机 在英国反华组织 支持反对派47人示威中 不停地抢镜头 他在示威上走到最前线 而且近期还和各个组织代表合照 企图攀附西方反华政客博出名 又是另一种从政的手段 黄黑经历过香港的大挫折 转过头就要在英国另起牢骚 还要妄想借英国来搞中国 他们将黑暴的感情投射到英国大选之上 这正正就是胡假虎威的失败者心态 我们说到罗冠聪不得不提 昨晚有一位自称罗冠聪二哥的人 在网上宣布和罗三七各席 他说自己已经三年没有和他见过面 自己就沉默了这么久 而且还要和罗冠聪断绝关系 因为罗冠聪鼓吹港独和畅耳外国制裁 都和自己无关 最后他还敢说 他说冲心建议你回港面对一切 这是一步难走 但是正确的方向 二哥只想和妈妈平静在香港生活 其实今年的7月3日 自从有八位人士被国安圆红一百万通缉之后 不少他们的身边人都被带走去协助调查 这帮通缉犯除了批评港府之外 也有说到对家人的感受 就像罗冠聪那样 他说虽然已经和家人脱离了关系 但仍然是他重要的人 所以感到痛苦和感觉不好地说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外界的焦点 都落在这些通缉犯身上 请问他们的家人又怎样想呢 究竟有没有人理过 他们这帮家人的感受呢 而他们在香港的日常生活 工作又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罗冠聪说的就是痛苦和感觉不好 一句就可以仿佛 不理现实不理家人 这些就是彻彻底底的自私 我想大家当年都会记得 无论是朋友 认识了很多十年的朋友 甚至乎从小玩到达 或者是家人 可能当时都有unfriend 你在Facebook 或者完全是断绝来往的 但去到今时今日 相信今天的情况已经有好转 大家相见的时候 最多避避了 不要说政治 我又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家里 你身边真的有一个 好像家人是一个罗冠聪 2020年已经是 走了佬去英国 去被刑责 事隔了三年多 都希望不要紧要 你都不会怪他 走了佬去英国 但都是要唱衰香港 唱衰国家 完全没有想过家人 会不会连累家人 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究竟会像他的二哥 假设这个账户 真的是他二哥 会不会像他二哥 忍了三年才会割席 还是你嫌他割席得太迟 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好了 我们今天的今天焦点 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 的三部曲 留言 赞好 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